北极熊为活命闯入村庄追杀一对年轻母子 母亲拼死保护他的儿子 但最终仍不敌巨兽的灵虐 母子二人双双命丧熊口 据法新社报道 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半岛一个偏远的村庄 一位24岁的母亲和他一岁的儿子被北极熊杀死 在此之前 这只北极熊已经追赶了几名居民 最后北极熊在咬伤这对母子后被击毙 阿拉斯加生活着数千只北极熊 但尽管如此 他们对人类的袭击非常罕见 作为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 他们的主要猎物是海豹和海鸟 甚至有时会捕食白鲸和海象 有时他们也会误入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 美国阿拉斯加西部的威尔斯村 位于苏俄德半岛的西部边缘 这个半岛深入白令海面向俄罗斯 这里由于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 整个村庄几乎与外界隔绝 北极熊在威尔士很常见 威尔士是15个北极熊狩猎村之一 整个威尔士村庄目前只有约170名常住居民 大部分是伊努皮亚客人 因为人口稀少 所以大家互相都知根知底 相处得十分融洽 然而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十分糟糕 强风掀起地面的积雪 周围白茫茫的一片 威尔士村的居民早已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 2023年1月17日 24岁的萨摩尔米米克正带着他一岁的儿子克莱德一起散步 那天并没有什么异常 米米克选择的路线距离威尔斯国王学校很近 据了解 威尔斯村从7月到11月初 在海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 平常在海滨上狩猎的北极熊就会跑到洞土上捕食海豹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村庄会组织巡逻队 防止北极熊进入村子 但1月份在村子里见到北极熊却是出乎意料的 下午2点左右 一只北极熊在白色背景的伪装下开始寻找食物 他悄悄地向村庄靠近 笨拙的布台被极低的能见度所掩盖 他走几步就会停顿片刻 抬起头 嗅嗅空气 也许是垃圾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 又或许是食物和人类的气味引诱着他 他敏锐的嗅觉引导着他往村庄的方向前进 北极熊虽然笨重 但彼此的嗅觉却异常灵敏 他们可以侦测到一英里外埋藏在三英尺厚雪下的海报 北极熊伸一脚浅一脚的艰难行进着 几分钟后北极熊进入了村庄 周围的居民们陷入了混乱和恐慌 众人纷纷逃散 此时的米米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北极熊正处于暴走的状态 他无视一切障碍 追逐着人们穿过街道 他看上去非常饥饿 正急需食物 北极熊庞大的身体向毫无戒备的居民飞奔而去 米米克因为怀里抱着一岁的儿子影响了他的行动 导致他成为了北极熊的目标 当时米米克离威尔斯国王学校的大门只有机密的距离 但对于米米克来说 他只是在学校门口经过 他没有地方可以藏身 也没有地方可以逃跑 北极熊迅速锁定米米克朝他冲了过去 突然米米克的余光瞥见一丝动静 他慢慢转过头 米米克惊得倒吸一口气 他抱紧了怀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孩子 这头饿疯了的北极熊没有给米米克逃跑的时间 他咆哮一声 全速奔向米米克母子 米米克一边大喊着一边挥舞着胳膊 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 试图吓走这只北极熊 然而 北极熊毫不畏惧 继续逼近米米克 米米克抱着一岁的克莱德慌忙转身逃跑 但他的速度和力量永远无法与一只北极熊相抗衡 很快北极熊就追上了米米克 并将他们撞倒在地 米米克的世界陷入了黑暗 北极熊张开血盆大口 狠狠地咬住米米克的背部 鲜血顷刻间染红的雪地 米米克痛苦地尖叫着 米米克奋力保护克莱德的生命 紧接着米米克感到北极熊锋利的爪子 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肩膀 他强有力地撕咬着米米克的胳膊 随后又开始撕咬米米克的脸和头部 这一系列的攻击最终导致米米克的头皮被撕了下来 血淋淋的一幕令人毛骨悚然 米米克的尖叫声和克莱德的哭喊声 在这片宁静的地区回荡 随后 北极熊开始在米米克的胸口踩踏 造成他的肋骨多处骨折 米米克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他的下颌被压碎 颈部和肺部被刺穿 几乎无法呼吸 米米克的意识逐渐模糊 当学校内的孩子们看到那只北极熊 高高耸立在米米克的身上 正无情地撕咬着他的四肢后 他们开始尖叫 与此同时 克莱德待在原地大声哭喊着 北极熊抬起头 冲克莱德咆哮着 他抛弃了正在啃食的尸体 并用后腿支撑着站起身来 毫不迟疑地向克莱德冲来 凶猛的北极熊开始用爪子扇动 并咬他的脸 他巨大的爪子毫不费力地穿透他的皮肤 随后又将克莱德当作布娃娃一样来回摇晃 克莱德的生命岌岌可危 学校的老师听到学生们惊恐的尖叫声 以及克莱德的哭声后 想窗外望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难以置信 他们看到一只背对着他们的北极熊 骑在一个年幼男孩的身上 旁边是一具女人的尸体 老师们大喊并敲打窗户 但巨大的声音并没有让北极熊分心 他继续攻击着克莱德 当老师们用身边的物品扔向北极熊的一瞬间 北极熊突然转身冲向学校的大门 试图强行进入 校长唐恒德里克森从内部将学校门猛地关上 并迅速上锁 北极熊强大的前掌抓住门 开始剧烈地摇晃 学校的大门在北极熊的肆虐下支呀坐下 老师和学生们平住呼吸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 老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尽力让学生们保持安静 他们只能等待北极熊自行离开 远处的其他居民怒不可遏 却又不敢靠近 其中一位居民立即行动起来 他用了短短30秒的时间冲进自己的房子 拿起步枪并迅速填装子弹 他冲出院子 此时这位居民距离北极熊只有基米远 他的心跳加速 紧握的步枪微微颤抖 他深吸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子弹一次又一次地射出 第一颗子弹击中了北极熊的腹部 但由于后时的毛发和脂肪的保护 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北极熊只是在射击中退缩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紧接着 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北极熊的脖子 这一击是致命的 即使没有后续的射击 北极熊被撕裂的气管也会使他无法呼吸 北极熊庞大的身躯摇摇欲坠 他的眼神逐渐暗淡 先前的凶猛与威严已经消失殆尽 最终北极熊倒在血泊中 再也没有丝毫动静 与此同时 学生们在听到巨大的枪响后 透过窗帘向外望去 他们看到北极熊躺在学校门口的地上 一动不动 而米米克与克莱德的身体 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 几乎无法辨认 老师们立即通过卫星电话呼叫救援 由于天气非常恶劣 风速高达每小时50英里 能见度几乎为零 这导致阿拉斯加州警方不能使用直升机 只能开车边缠血边前往现场 救援人员直到第二天才到达现场 米米克和他年幼的儿子 因为失血过多和多处致命伤暴露在零下低温中 最终不幸离世 救援人员在薄薄的积血下 看到了米米克和克莱德散落的残骸 令人悲痛的是 他们的大部分遗骸都被北极熊埋起来了 米米克和克莱德的遗体 被运送到阿拉斯加州法医办公室进行尸检 发言人奥斯汀迈克丹尼尔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了解到 米米克是圣迈克尔的居民 该地位于威尔市东南方向约230英里处 最终米米克和克莱德的遗体被归还给他们的家人 这对母子的离世使他们的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北极熊国际组织的高级保护主任杰弗约克 对这起袭击感到震惊 当被问及北极熊的行为时 他指出 北极熊只有处于绝望之中才会追逐更多的人 这不是一次机会性袭击 而是为了捕杀而到村庄中的 他将不惜一切指导达成目的 他还向法新社记者解释说 从历史上看 北极熊在北极的任何地区袭击并杀死人类都是非常罕见的 更罕见的是 这种情况发生在1月中旬 当时北极地区有充足的冰层 供北极熊在冰上捕猎海豹 对于北极熊来说 离开典型的狩猎地区其他地方是非常不寻常的 这是毫无道理的 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层融化 北极熊不得不寻找新的狩猎地点 再加上北极地区人类活动的频繁 从而增加了北极熊和人类之间的互动频率 根据该组织的数据 从1870年至2014年间 全球共发生过73起北极熊袭击事件 导致20人死亡 63人受伤 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 就是在半个世纪前就制定了一项条约 通过限制狩猎来保护北极熊 虽然在狩猎方面保护了北极熊 但实际上影响北极熊生命的 可不仅仅是狩猎 约克表示 阿拉斯加的上一次致命的北极熊袭击事件 还要追溯到1990年 当时一只饥饿的北极熊 在威尔市以北数百英里的 北坡波音特莱村杀死了一名男子 三年后 一只北极熊闯入了同样位于北坡的 美国空军雷达站的窗户 导致一名55岁的机械师严重受伤 尽管这名机械师幸免于难 但这些事件仍然引起了 国际北极熊保护组织约克的关注 根据野生动物协会公报 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 虽然北极熊对人类的攻击极为罕见 但北极熊在营养压力大和身体状况 低于平均水平时 更有可能攻击人类 圣迈克尔市行政长官华盛顿表示 米米克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 她非常负责任 因为这起悲剧发生在学校 导致学校停课一周 但作为一处避难所 学校仍然保持开放 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咨询服务 在此之后 威尔市社区管理人员 开启了北极熊巡逻计划 以确保居民的安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资金不足 这个计划启动没多久就被取消了 目前只能通过教育当地民众 提高他们的警惕意识 并加强防护措施 以期降低与北极熊发生冲突的频率 谢谢大家